我都不知道这把是怎么赢的 这一把因为和队友强位置了啊 所以我被迫打的对抗弩 开局我们带的是惩戒啊 所以直接上来先把和蟹给拿掉啊 接着再回到下路清兵 这一把我和孙策开局打的都比较稳啊 都没有爆发一血 接着的话到了一分钟的时候啊 火舞就在中路掉了点 我也想不明白啊 他拿个火舞怎么敢入侵敌方周瑜的野区的啊 那我当时就觉得啊 那可能是失误吧 那没什么大事 接着这一波啊 我和打野都刚刷完红区的野怪呢啊 然后火舞就直接入侵到敌方蓝区了啊 辅助都在后面根本接不上他 最后的话他还是没了 最可怜的是我们的小辅助啊 想去救他 但是他已经没了 那没办法 又只能给敌方抬走了 这边我和凯士在下路蹲到了敌方两个啊 我们直接上去一个大招震到两个 但是这里的话 因为达摩前期的护甲太高了 我们没给他抬走 不过这一波也还行 但是我们的火舞哥呢 就已经开始放弃了啊 说没了没了 当时我们都没有理他啊 因为我们都想着赢 接着来看这里 这边的话 我是把敌方的双策给打成残血了啊 火舞和凯拿到献权 也是直接下来支援 但是没有兵线的情况下啊 我就不打分月塔了 但是接下来 大家来看火舞的操作啊 我真的是服了啊 技能全空 如果这波我没在的话 那他肯定是要给孙策给换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啊 我就打字说了一句 你这火舞是职业吧 接着五分钟的时候啊 我这边就已经是三杠八的战绩了 因为我这条路打的还行 只是射手还有中路那边打炸了啊 所以我就决定继续在下路担带啊 给对面造成压力 这一波我和凯还在下路清兵呢啊 但是敌方的孙策就直接开船 带着达摩往上路冲了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打信号了 支援是肯定支援不过去的啊 那我决定直接去下路 把下路的兵线直接给清掉 但是这一波啊 我刚到下路的时候啊 上路就直接传来了二号 三个人全没了 现在我们的局势就已经是大逆风了 我们点开火舞的面板来看一下 零杠四 你们猜他接下来说了什么 打不了了 已经打不了了 我当时我是忍住了啊 没有骂他 但是我们的马可啊 是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就怼了上去 你送完人头了 你说打不了了 那你挂机吧 还有这种人 感谢自己打炸了 说打不了了 华操 还有这种选手 我第一次打 打巅峰才碰到这样的选手 当时我差点笑喷了啊 因为这马可实在是有点可爱啊 但是接下来啊 我们本来劣势就挺大的 然后队友在龙坑想和敌方抢一波龙啊 然后就直接炸开了 我没办法啊 只能清掉中路的兵线 来防止敌方跑 我们给一波掉 接下来的话 我就是疯狂带线了啊 不管多少个人追啊 我就拼命的跑 就为了给队友争取一些发育的时间啊 就算我倒在了外面 但是我复活出来之后啊 继续去带边 就这样一直疯狂的带线啊 直到11分钟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波翻盘的机会 这里我把上路的兵线清掉之后啊 直接上去把敌方的上路一躺 但是敌方的顺色啊 带着敌方的达摩就直接上来撞我 但是这个时候啊 我们注意看小地图 敌方的大桥是在下路啊 那么上路这一波 他们是不能召集队友过来 把我给秒掉的 但是我方的马可流扇 还有活武 都是可以随时支援过来的 那么这一波的话 我们必须坚持一会儿啊 等着队友过来 达摩最后的话也是给队友抬走了 而且我们的凯爹还在下路 强行换掉了敌方的大桥 那么这一波二换三的团战是完全不亏的 最关键的是 我们还推掉了敌方的上路高地 胜利的天平已经在向我们倾斜了 但是我们要做的还是带兵线 利用兵线的优势啊 来让敌方露出破绽 这里抓到了一个爱琳啊 可惜的是没给他秒掉 达摩过来了 我们就直接往回走啊 别给他大招踹到了 这一波敌方下路有两个人啊 而且对面爱琳的状态不好啊 那么中路的话 我们是可以寻找机会的 活武的话是把敌方的大桥给抬走了 然后这边我卡一下敌方达摩的位置 但是这一波 伤害还是差一点点啊 然后给敌方的达摩跑掉了 不过还好啊 最后的话 达摩是给我们的活武给抬走了 当时我严重怀疑 这个活武是不是换人了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个活武在后期 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大的机会啊 这一波又从人堆当中啊 把敌方的大桥给秒掉了 然后我们趁着敌方扫人的时候啊 直接把龙给开了 来到16分钟啊 这一波我们在我方扫人的情况下啊 找好机会 直接把对面给反开了 队友的话也是不负众望啊 直接抬走了对面的大桥 还有爱琳 接着的话我们不用回家啊 继续出来带线 因为亚瑟的被动是可以给自己回血的啊 所以我们的续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如果对面谁想抓你啊 你直接开个一技能跑就完事了啊 对面也只能被你牵着鼻子走 这一波他们想来下路抓我啊 那我就直接跑到中路 来把你们的中路一塔 一层层的把你们给击垮 你们气不气 到了后期啊 对面就更打不过我们了 我方全是后期强势的英雄啊 对面也就前期强势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一直带线 住在边上啊 让对面永远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你们看啊 这一波队友又在上路抬走了 对面的达摩还有大桥啊 那我们这一波把下落兵线清掉之后啊 直接往中路以多打扫 找对面打一波 现在我们是没必要怂的啊 没人给我们赵同威胁啊 直接越塔上去啊 把对面两个人全部给抬走 最后的话我们也是成功一波了 说到底啊 我真的不太明白 这一把到底是怎么赢的 对面小说那